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五大报的头条新闻 纽约时报方面 受台风海雁蹂躏的一些菲律宾内陆地区 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外界援助 西方国家为如何把600吨化学武器 运出叙利亚而头疼不已 《华人论邮报》 美国赌王谢尔登·阿德尔森 寻求国会支持禁止网络赌博 由于经费萎缩 美国国防部在阿富汗开设的诊所 被迫关闭 近日美国报 美国中西部州遭受龙卷风奇迹 至少6人死亡 美国共和党需要尽快采取措施 挽救因为上个月政府关闭而滑落谷底的伤亡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宣布 修改健保计划 消费者持观望态度 《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是 美国军队关注即将开始实施的 加薪及减少福利计划 美国提出和伊朗进行核谈判 给美国和以色列的同盟关系带来压力 日本银行发现 很难再继续执行低息贷款政策 最后是洛杉矶时报 研究显示 家中有亲人被多次派驻海外驻军的少年 自杀风险更高 美国中西部数周遭受龙卷风奇迹 6人死亡 很多民居被摧毁 以上是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